大家都知道這幾天 一個震驚全台灣的消息 就是有一個未成年的少年 那只是為了幫乾麥美出氣 就殺人 那一位受害少年現在也不幸過世 那會判多久呢 有人說他根本不會關多久啦 就算殺了人 因為就是先處一個三年以下的保護管束 然後管束過程不理想的話 再最多五年就出來了 我知道有人這樣講 但實際上不是這樣 歡迎收看耿傳媒新聞秘新 我是謝寒冰 那大家都知道這幾天 一個震驚全台灣的消息 就是有一個未成年的少年 那只是為了幫乾麥美出氣 就殺人 那那一位受害少年現在也不幸過世 那這個事情引發非常非常多的討論 那他的起因本來是一個很無聊的事 也就是這位乾妹妹呢 到隔壁班去找一個他的閨蜜 結果去找的時候 這個少年建議勇為 受害少年建議勇為 就說你不要來我們這邊騷擾 不要煩 就把他趕走 趕走之後這個乾妹妹很氣就去找他的乾哥哥 那乾哥哥為了出頭呢 就衝到這邊來找這個少年理論 就雙方在爭執的過程中 他就拿出刀去砍了對方 而且砍的都是要害 據說這位少年一共生中十刀 那送急救之後 本來他在到院前就失去呼吸心跳 那後來用葉克膜應救 但是撐了一陣子之後 還是沒有能夠救回來 所以一個年輕的生命就這樣損失了 這件事情當然引發很多種討論 比如說校園安全問題 到底要怎麼解決 其實有很多老師 包括因為我很多同學現在在做老師 他們其實都會告訴你 現在他們根本沒有辦法管控這些東西 因為以前我小的時候 老師的權威是很大 所以他要收你的書包 要收你的書包 沒收你的東西就沒收你的東西 通知家長啊 甚至體罰啊 這些都不在話下 當時的老師有比較多的手段 可是現在老師基本上 你不可以去搜查學生的書包 也不可能去沒收學生的東西 那你去聯繫家長 搞不好家長覺得你煩 覺得這是你的責任 不要來煩我 那更不要說現在的年輕人 因為比較沒有像以前那麼尊敬老師 那你要知道現在小孩子個子都又高又壯 你說去毆打老師啊 甚至去攻擊殺害老師 都不是不可能會發生的事情 那對很多老師來講 他也不過是混口飯吃 那學生如果不受教 他幹嘛去拼 為什麼要拿自己的命去拼 所以他當然就是當作沒看到 那這個對台灣未來是好事嗎 我覺得這個是值得大家去思考 少年當然有人權 這些未成年的小孩子當然有人權 可是人權必須是要在社會控制之下 社會限制之下 沒有限制的人權其實是非常可怕 不管對任何一個世代來講都是一樣 那也有人考慮到說 這個小孩子殺人的這個小孩子 因為他未滿18歲 那他到底會受到什麼樣的處分呢 我先跟他講 因為他未滿18歲 所以他既不可能判死刑 也不可能判無期徒刑 那會判多久呢 有人說他根本不會關多久啦 就算殺了人 因為就是先處一個三年以下的保護管束 然後再最多五年 因為如果他管束過程不理想的話 再最多五年就出來了 我知道有人這樣講 但實際上不是這樣 我跟大家講一個判例 就是在1997年的時候 然後當時發生一個案子 就是有一群少年搭在一起玩 玩的時候就有一個少女 被懷疑偷錢 被懷疑偷錢之後 他們就把他誘出來 誘出來之後 大家就對他逼供 那逼供不成呢 這個小孩子不承認 不承認之後 他們就開始輪流淋虐他 淋虐他甚至輪流性侵他 到最後就把這個女孩子弄死 弄死了之後 因為這個總共12個淋虐他的人 全部都未滿18歲 其中甚至有人才13歲 結果後來這些小孩子被抓到之後 除了那個最年輕的被判8年之外 其他都被判11年到19年 所以他並不是不會被判很重的刑 可是問題是 他雖然判這麼重 他會不會扶這麼久的刑 那當然也是不會 因為我們現在 大概 你做到一半 最多三分之二你就可以報假事 所以他們估計 都做個幾年就可以出來 那實際上他們現在都已經出來 那 我必須要提醒大家就是 因為這些小孩子 他當初會做出這些失控的行為 失去的行為 通常 通常的情況下不是絕對 通常的情況下 他家裡 對他的教育 或是他們家裡的環境 都不會太好 所以呢 這些小孩子 經過了這段時間的 牢獄被監禁的行為之後 回到他家裡頭 你覺得他會有相對好的發展嗎 其實通常是不會 而且通常在監獄裡頭 反而大家 彼此之間互相切磋 恐怕會 路走的更偏 這就是為什麼 我一直覺得 台灣根本就還沒有到廢職死刑 的時候 因為 這些主張廢死的人一直講說 人類沒有權利去處理他人的死刑 我們應該要教化他 要去感化他 用各種方式去教育他 他們都是可教化的 可以讓他們成長 重新洗心革面做人 問題是 我不反對這樣做 其實我不反對 但是問題是你有能力做到這件事嗎 我不知道誰有能力做到這件事 那西方的國家好歹 人家在這方面投注了很大的行李 投注了很多資源 培養師資 培養相關的人才 盡力去做這件事 可是我們有嗎 台灣有什麼了不起的感化教育制度嗎 台灣有幾個人 有這樣的資格去做這樣的事情 有這麼大的量能去負擔這樣的工作嗎 根本就沒有 所以我們根本就不到了費死的時候 那更不要說是這些小孩子 這些小孩子的觀念偏差到什麼程度 這個事情發生之後 有這些小孩子的朋友 你看這個小孩子才十幾歲而已 還不到18歲 他的朋友居然在網路上留言行安 行安是什麼意思 很多人不知道對不對 刑法的行 安全的安 行安是通常道上的兄弟 要被抓去關的時候 他的朋友 就是祝福他的話 然後一個十幾歲的小孩子 去跟我講這些東西 那顯然他是在外面混 然後這個小孩子的朋友 很多都在跟這些網路上 你也知道很多網友 就上去留言謾罵啊 或是批評啊 然後這個小孩子的朋友 也跳出來跟大家爭鋒相對啊 說不然你是要怎樣 殺人又怎樣 有種現在出來面對啊 就是直接嗆聲啊 那顯然這不是一個人的問題 這是一群人的問題 那在國外呢 通常遇到這種狀況的時候 他們是會有社工主動 比如說你在網路上發表這些言論 他們會有社工主動去接觸這些小孩子 去了解他的狀況 給予事實的輔導 請問一下 這些小朋友 發出這些言論已經兩天了 有哪一個社工團體去關心過他們 去接觸過他們 去了解他們到底為什麼要講這個話 是出於一時義憤呢 還是真的想這樣做 他們的家庭狀況如何 心理環境如何 有誰去做過任何評估 我想都沒有 所以也就是 最近剛好我們正在總統選舉 每一個人都講的天花亂墜 可是請問一下 誰真正解決了問題 誰真正想要解決問題 我看不出來啊 你看侯友宜他自己每次都把自然為重 可是 他這一次面對這個事情的時候 他要提出解決辦法嗎 沒有 柯文哲有在他臉書上發表一些東西 可是 有去面對問題 比如說要增加哪些預算 要怎麼去處理 要怎麼樣執行 有講的 有真正提出解決辦法嗎 我也沒看到 那更不要提賴心得跟蔡英文 有人跑去罵何友宜說 你是新北市長耶 這發生在你的事你怎麼躲起來 請問一下有人看到蔡英文對這件事講任何話 他總統 完全沒有 那賴心得是現任副總統哦 民進黨的發言人跑去指責何友宜的時候 對你自己家的總統副總統完全 就好像沒他們的事 跟他們一點關係都沒有 那個當初去跟小燈泡保證 的蔡英文呢 那個當初說要幫我們建構社會安全網的蔡英文呢 那個許下承諾的執政黨民進黨呢 全部都不建啊 台灣現在對待這種青少年犯罪 或是這些校園的這些治安問題 跟七年多前相比的話 請問一下大家覺得是變得比較好了嗎 所以這是一個非常嚴重的問題 而且只會越來越嚴重 因為我不是說以前那種嚴刑峻法 或是老師提罰這種東西會比較好 但是在我那個世代 我們有一個最普遍基本的觀念是什麼 我們當時其實我國中的時候 就跟現在差不多高了 所以當時我們都比我們的老師高很多 也比他壯很多 可是當時老師要提罰或幹嘛的時候 我如果要比打架 我們絕不可能打不贏老師 可是問題是我們從來沒有任何一個人想要還手 甚至連逃都沒有想要逃 就是接受提罰 為什麼 因為當時我們覺得尊師重道是 你自己就是必然一個很自然的現象 你就要去接受這樣的東西 你可以說我們迂腐 你可以說我們被制約了 可是現在的小孩子呢 當尊師重道這個基本的概念被拿掉了之後 我在網路上已經看過太多的影片 那些跟老師嗆瞎 直接拿東西砸老師摔老師的 去對老師惡作劇的 層出不窮 而且他會自己把影片PO到網上 顯然他還頗為得意 那你覺得當現在的環境 教育環境變成這樣一個狀況的時候 會發生這樣的殺人的事情剛好而已 不要忘了我們去找一個當年殺了老師的 拿斧頭看老師的人去當我們的博物館館長 然後整個民進黨覺得這樣沒什麼 我們正在給社會一個錯誤的暗示 大家不知道嗎 所以我覺得如果在任由這種情況下去的話 以後的校園安全之後更加惡化 絕對不會進化 那我希望至少在選舉的最後階段 三位候選人是不是應該要提出 你們關於解決這個問題的辦法 我要聽的是辦法而不是觀念 觀念誰不知道 有沒有切實可行的辦法能夠提出來 這是我對三位候選人的請求 我希望你們都能夠正面回答 這個問題是好看 你這樣做嗎 這樣做不好看 好看 我看看 可以解決大家 Key要來賺 boule